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是否在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是否为了制止 公诉人认为第一刀是正能防御 第二第三四刀暴力 要被男性恶住喉咙才叫暴力吗 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实施的刀具有防卫性质 但第二第三第四刀是在暴力之后实施的 不是防卫而是伤害 我这可以说作为迷茫的辩护人 我是不认可的还是辩护方并不认可 通常情向的标准就是我们自己称自己的辩护 如果不是多被告人的话 我们算是可以强调的 迷茫的辩护人 作为辩护人我并不认可是吧 作为辩护人我并不认可 其一暴力结束了吗 对于一个女子而言 难道要被男性恶住喉咙的时候才叫暴力吗 只要命悬一现的瞬间才叫暴力吗 要求一个女子在被人骑在身子之下 脖子被掐住大脑缺氧并停止息 命悬一现的时候 还要准确把握使用几刀才能恰如其分的制止暴力 试问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持冷静立志 法律不是强人所担 法律更不是相互法律 并不妨认为被告人是正当防卫 更请法院判决其一罪 本来准备了一个20寸的披兹器 哈哈哈哈 牛子都给我翻唱了 这个词也太难背了 真的 背下来了 影号我就背下来了 那么大肠 哈哈